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西住坊的军事体系可以大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对内地直省汉州人民 尤其是南方抗清势力的镇压体系 所以它主要设置在直省 这个在康熙朝的时候是清朝经营的重点 也是到了康熙朝平定三番之后才基本完善的 二个呢是为了对付蒙古 特别是对付蒙古种格尔布 而在长城沿县设立的这么一个控制体系 这个是到了康熙中叶以后 逐渐的成为重心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是对自己的故乡 也就是东北开始注意 并着手建立了一个边疆的住坊体系 这个体系的最后完成比较晚 到了乾隆朝 后来呢又随着清廷征服西北各个民族 一直扩展到了新疆那一带 主要的呢就是这三个住坊体系 我们这一节呢先谈直省 我说的直省啊 指的是清朝的各个新省 这个呢是和边疆相对而言的 因为在直省呢是清朝设立 总督巡抚这些地方官吏 而在新疆呢是扯将军 所以他的行政体系是两个 直省八七住坊啊 从康熙23年前后 也就是康熙23年是1681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着手建制 到雍正朝历时是几十年 这个住坊的体系在这几十年 从建制到终于完善 成为清朝统治全国的基础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成功地达到了 对全国实行巩固而稳定的统治的目的 首先呢 我们先讲一讲 直省住坊的统治机构和将军 清之入关以后啊 我们说过 八七是分为禁旅和住坊两个部分 禁旅呢 当然就是在京城和京城的周围 住坊呢 就是住宅在京城之外的各个地方 可是这两个部分呢 它还是统一在八七这个组织 这个整体之内 虽然这个满洲贵族在入关之后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领土非常辽阔 人口也非常众多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可是一直到清朝灭亡的时候 八七这个组织呢 始终没有融入这个国家之中 所以呢 用那清史的研究者的很多的形容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国中之国一样 这个满洲统治者 他就是凭借这么一个八七组织 凭借他的独立性 也凭借他的完整性 来作为自己 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工具的 所以啊 八七住房 它具有的种种特点 首先是和八七制度的性质 是联系在一起的 可是呢 为了适应入关之后新的形式和统治需要 八七住房也逐渐的发展成了 和原来的八七组织不一样的 一套新的体系 建立了新的机构 建立了新的直观 并以此呢 构成了和入关之前的这种临时的 临时设立的住房点 不同的 这很多很多的区别 这样形成的一个完整而有效的 八七住房的统治机构 就保证了清朝在相当长时间内 对全国统治的成功 在顺治朝的时候呢 八七在各地设立的住房啊 还是领事性质 主要呢 是大量的派遣宗室亲王 由他们领衔 率兵前往外地住守 这种住守呢 有的时候是几个月 也有时候比较长 就是几年 然后就轮换一次 后来呢 就逐渐由临时性的设防 向长期性来转换 这样一套适应新形式的住房制度呢 也就终于确立下来 它呢 是由中央直接统侠 和在京的八七都统衙门成为并行的 而不是从属的这么两个机构 这就构成了八七制度的两个组成部分 因为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讲过 在京城里边 八七的这些按区分柱的这些骑兵呢 都是归各旗的都统衙门来负责统领的 每个都统衙门都在他们八七集中居住的那一个分那一段的辖区之内 原则上呢 就是这些八七住房 也都是由每个八七都统衙门派出来的 可是事实上 他们又构成了一套新的体系 这套新的体系里边呢 最高的长官是将军 每一个大的住房点 不是所有的住房点都设将军 将军是设在那些最高级的住房点的 将军下面呢是设副都统 这个副都统呢 它有两种 有一种呢 就是辅佐将军和将军同城 受将军管辖的 这样的 有的时候是两个副都统 左翼一个又翼一个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下一级的八七住房点 就是他的住房点级别比较低 人数比较少 他的最高将领 本身就是副都统 在副都统下面呢 有的地方设参领 也有些地方不设参领 就是直接设佐领 比如说一个将军 他的住房点下面设左右两亿 两亿两个副都统 每个副都统可能是负责数个佐领 或者是两个副都统 一共负责若干个佐领 这是一种一套组织机构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由副都统 副都统下面设佐领 这都是比较 就是住房人数比较多 级别比较高的 在下面呢 就是更低一级 比如说一个住房点 只有几十个兵 甚至顶多就是上百个兵 这样的地方呢 他就不设副都统 而是设成首位 就是像北京周围的那些小的住房点 都是与成首位来统领的 包括岗定啊 德州啊 苍州啊 这个呢 我们在上堂课讲过了 还有比成首位更小的地方 也就是像在一些最初的 长城沿线的那些关口 那就是有的时候是八个兵 有的时候是十六个兵 在那种情况下呢 他们当然就无所谓卓领了 所以他们的最高的官员呢 就叫防守卫 卓领之版 就是八旗住房 按照社官职的机构来讲 大体上可以看成是四等 最高一级的是社将军来统领 第二一级的呢 就是设副都统来访 第三一级的是设成首位 最低一级的是设防守卫 当然了除了这四等之外 也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个呢 我们如果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再讲 将军呢 都是由中央支辖的 副都统以下 有的是由中央支辖 比如说他单独在这个地区设副都统的 也有的呢 是副都统是听命于将军 而成首位 防守卫的问题呢 就是他们 基本上就像北京周围 他设在北京周围的比较多 我们上节课讲过了 他是分左右翼 这个情况 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 他是归北京的有族管来统侠 那比较特殊 住房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都是集中 人数非常的集中 集中驻扎在一个地方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住房的初创 也就是他开始的创意 从顺治朝到康熙平定三番之前 我们把这段时间看作是八旗制度 草创的时期 从总的军事形势看呀 这个时候八旗住房设置的重点 是在基辅 也就是北京和他的附近 这个军中一清嘛 而在全国范围内 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住房体系 到了顺治中期以后呢 还有过一段摇摆和停顿 清初八旗住房各省啊 他都是或者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 或者因为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呢 这个局势不稳 所以他暂时不能离开 这些呢都是属于临时性质的 变动非常的平凡 不过呢 虽然这个时候的住房变度很频繁 可是有几处军事要地 这个是清朝是非常清楚 他是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的 这个首先就是顺治二年 也就是清朝入关的第二年 到了顺治二年是1645年 这年的五月 清廷呢 就攻打下了南宁的福王小朝廷 这个攻打下福王小朝廷之后 就让洪生仇坐镇江南 这个洪生仇坐镇江南 一个是 他的任务呢 一方面就是控制这些反清的势力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为清廷 为清朝的大军筹备粮草 胡成仇当然是做的还是不错 对清朝是有功的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清朝就把这个八旗兵分成两路 一路是驻扎在南京 南京在当时呢 叫做江宁 因为当时的江宁府设在这 还有一路呢 设在杭州 江宁和杭州呢 就是经略江南各省的 一个最主要的基地 这个是在南方 到了第二个月 这说的是顺治二年的五月 到了同年的六月 清廷呢 又命令大臣和罗会 帅领着满猛 八旗兵地一共是一千里 坐镇西安 这个西安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 就是从陕西起来的 从山北起来的嘛 所以西安 所以西安也是控制当时抗清势力 尤其是农民起义的残余势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 其实中清之势啊 西安也是八旗住房的重中之重 这个以后再说啊 这几个地方就是满洲统治者入关之后最早囤聚重兵的地方 从此呢 这个八旗的满猛兵兵就按照左右两翼 这个各以四旗来分住江宁和西安 这就是京城之外的两个东西两大重心 这两处和杭州 这三处就成为清朝最早固定的三个八旗住房间 东西这两个重心呢 一个西安一个江宁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它是历代封建王朝 都是多次建都之地 西安也是 那当然从最早的时候的 那个清安时期的长安开始嘛 江宁呢 就是南京六朝 这个六朝的古都 这些地方呢 都是可以高屋建领 号令天下的地方 足以和北京向抗衡 所以将这几个城市呢 紧紧的抓住 它就不仅仅是军事需要 而且也是在政治上 防止出现抗清中心的必要措施 从这以后呢 八旗禁旅虽然根据战局的变化和各种原因频繁的签调 可是设置在西安 江宁和杭州的八旗兵丁相对是稳定的 而且呢 有宗物件 那先简单讲讲西安 西安是囤住重兵和积住粮草 用来进攻湖广和四川的基地 也是镇压山西和陕西一带 汉族人民反抗的一个中心 所以从顺治初一直到康熙前期 清廷派到这一带的八旗兵丁 一直是有宗物件的 西安住房的确切兵额呢 在康熙平定三番之前的文献中啊 记载不是很详细 可能那个时候啊 兵额还没有固定 总之吧 就是顺治二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带了一千兵 后来又增加到两千 到了顺治十八年 又增加了一千满洲的布奖 到康熙十三年呢 当然是为了这个平定三番战争的需要 又增了一千满洲马奖 还有几百汉军马奖 所以呢 到了康熙十三年的时候 按照推断 当时有满满马奖是三千左右 这个地方是右翼的四旗 他拿这右翼的四旗 和南京的左翼的四旗来相对应 到了康熙平定三番之后呢 西安的兵额又增加 一直增加到五千 其中后来又有一些被派出去 到了雍正朝的时候啊 西安已经有八旗的满洲 蒙古和汉军一共是七千 其中有四千都是满洲和蒙古的马奖 还有三千是汉军 到了乾隆朝的时候 满洲马奖又增加到五千米 所以可见呀 这个西安一直是重兵压尽的这么样一种局势 这个有清一旦只要有战争 这个西安的重防官兵都会被调往前线 尤其是乾隆朝那几次大的战役 因为一般都是用兵西北嘛 所以用兵西北呢 西安就首当其冲 都是从西安调遣兵丁 只要 可是呢 即使不管调遣了多少 只要条件允许 清廷立刻呢 就会把西安的兵额又给补足 所以呢 它是全国驻兵 驻兵最多的这么一个住房的地点 其次呢 就是江宁 这个江宁呢 是六朝的古都了 它还是南北水路交通的药冲 它的政治影响 还有它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 都是举足轻重的 顺着二年啊 清廷呢 就派梅勒战争 巴山 卡卡拉 受命率领将士 和总督红成筹一起 那个同政将领 第二年呢 他又把原来临时住房在山东和河北 这一带的巴奇兵丁 以及他们的家属 都移住到这儿 江宁的兵额也是旅有变动的 据清朝的证书记载呢 顺着二年的时候是满猛兵两千 和西安是一样的 到了顺着十八年增加了一千满洲顾甲 到了康熙十三年又增了一千满洲马甲 它的满洲兵额呀 和西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江宁没有汉军 江宁只是满猛兵 这个是西安和江宁这两个最最重要的 左右两翼的两个最重要的住房间 接着呢 咱们再说说杭州 清兵长区南下的时候呢 杭州是调窃两响的重镇 扶往小朝廷扶灭之后 这个南宁的唐王小朝廷呢 又起来 起来之后也被清兵的打败 这个所以那个那一带呢 就是在浙江和福建的这一带 这些明军的残部 就是不断的反抗清军的入关 清军的入侵 所以呢 满洲统治者当时呢 不能不以重兵坐镇杭州 杭州住房啊 和江宁还有西安一样 也是在顺治二年开始建立的 也是由于不同的情况呢 兵额不时的有所踪迹 到了顺治十五年呢 有四千亿 康熙十三年由于这个三藩之变 兵数又急剧增加 后来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当然它始终没有江宁和西安的比较多 这三处八七住房啊 江宁杭州都在江南 而且距离很近 按说呢 设置已经比东北还西北还重了 可是由于那个时候 郑成功啊 这些抗清的势力多次冲击 所以呢 清廷觉得还是不行 还唯恐这个地方 那个设防薄弱 所以又增加了京口 这是在顺治潮的第四个固定的住房里 它的时间是比前三个要晚一些 京口呢 它是控了长江的下游 它位于镇江城外 这个地方距江宁 其实就不到一百公里 不到一百公里 京口这个地方呢 由于跟江宁距离特别近啊 所以如果他这个地方 边防疏漏的话 江宁立刻就变得非常危险 所以到了顺治 这个顺治九年的时候 郑成功的一个部将叫陈辉的 他领兵两万 就攻镇江破了京口 在这个地方还遥记名校林 所以呢 这个对满族统治者来说 他就感受到一种特别特别极重要 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说这个镇江啊 是个咽喉种地 因为没有设立重兵 所以才导致了 郑成功的军队内败 这样呢 他接受这个教训之后 就在顺治十一年 让这个江宁大王将军 管孝中 移住到镇江 第二年呢 又命令顾山俄真 石亭柱为镇海大将军 设置了三千名兵 驻扎在这儿 跟江宁相呼应 这个是在清初 可这个京口的住房呢 后来就越来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由于这个东南沿海抗清斗争 最后都归于失败 反抗也趋于平息 到了清朝中期以后 京口的住房呢 就基本上 这个属于一种 相对不断减额的 这么一个状况 下边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在当时 应该不应该设立八旗住房呢 曾经是有过一些动摇 有过一些犹豫和摇摆的 由于满汉大臣 对这个问题啊 也有争论 满洲入关啊 河南明 还有农民军三个小朝廷 一农民军和南明的三个小朝廷 争夺天下 靠的是八旗禁律 所以清史稿的兵治理说呢 说太祖征帆布 是组定中原 八旗兵律最强 这个八旗将是南征西讨啊 镇术要害之地 可是呢 这个时候当然主要依靠的 都是八旗兵 可是到了顺治中叶以后呢 绿营兵治逐渐的建立起来 也越来越完善 所以呢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央这个重兵 是归八旗来镇术的 可是在地方上 那么广大的地区 是不是还有必要有八旗 特别是由满洲八旗来住房 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绿营的兵治呢 基本上是完整延期明朝的兵治 它就在内地十八省 建立了一个完整和细密的一个住房 它主要的重点是在地方 我们上上课也讲过 就是京齐 北京驻扎的满洲 那个骑兵是十万 只有一万绿营兵 是负责 这个维持地方治安 而不是主要用于军事的 那其他我们说六十多万的绿营兵呢 它主要是驻扎在全国各省 所以它的这个体系是又完整又细密的 所以原来由八旗承担的任务 很多就由内就被绿营代替了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还有没有必要 由八旗来住房 这个八旗住房各省啊 它的这个避病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就是人数很少 这个人数这么少 它不服派遣 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地方的骚扰很厉害 很容易激化民族矛盾 以这个比较保守一些的 这个情况来估计吧 八旗住房一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了 西安也好 江陵也好 杭州也好 都是几千兵丁 这几千兵丁都是连同他们的家眷 一起住房的 另外呢 那个时候的八旗兵丁一个人 有的时候他要带三四个 一户人带三四个 甚至更多的奴仆 和根据 这么一说呢 最少的来说也有几万人 这几万人的舟车往返呀 全都得靠地方来摊态 首先是在途中 这个当时的那个 北京城南部的那些地方官 这当时就叫不不迭 他们说这大兵往来啊 名速满洲的家口 应用的车辆又多 每天又得喂牛 因为那车有的时候是靠牛啊 这个费呢 太多了 另外还得不够 不够还得花钱去雇人 结果是闹的是 怨声载道 离甲方然 到了一个地方呢 就更麻烦了 因为满洲的八旗兵都是旗兵 到了一个地方 首先他就蒸大草料 蒸大草料可是呢 在这个江南这一带 像在河北这一带 已经没有那么多 都是农田 没有那么多的荒草之地 所以呢 这个蒸收草料也搞的是 民怨沸腾 这个到处扰民 所以当时呢 连这个顺治皇帝 他都说 他说这八旗住房啊 其位民类 真有不可圣言者 没法说了 这实在是 扰民扰得很甚啊 所以到了顺治十二年 有人奏请 在这个武昌 再设八旗住房的时候 清朝就没有批准 为什么呢 就是说太扰民了 这个 在各省设置八旗住房的事呢 到了清朝中期以后 确实停止了一段 比如说到了康熙元年的时候 清朝平令云南 当时有一个大臣 很有名大臣将为一届的 他就发现了 这个帝恩前川储 也就是民怨呀 贵州啊 四川 还有湖北这一带 地方非常的辽阔 可是清朝的军事力量 又特别的薄弱 所以他觉得 这个地方得设住房 可是清朝却说 在顺治朝就有过 这样一个先例 就是设置武昌的住房扰民 没有让他们去设置 所以我们现在还延续旧律 这个停止住房 没有在 没有接受 为一届的建议 当然这个没有接受 直接导致了 后来抗击三藩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 没有设置满洲重兵 造成了很多的被动的 这么一个教训 停射住房的原因 在这一段推断起来 主要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满汉之间的民族关系 当时还非常紧张 另外一个逼滨往来的发费 实在是太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清初的时候 本来他的统治 就有摇摆不定的特点 到底在关内 应该怎么来统治 怎么来由八旗 直接来控制 建立一个军事体系 这个体系应该怎么发挥作用 这些 这些都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可是清朝统治者 这个时候呢 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 不过尽管如此啊 以这个人数特别有限的 八旗兵力 驻扎在最重要的一些要害之处 而且由此来达到 以点致命的作用 这么一个军事原则 还是被清朝统治者 初步认识到 而且在实践中 开始实行了 西安 江宁 杭州和京口 这四个住房店的设置 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这四个住房店呢 也始终没有撤除 一直到清末 这就是说明 它最根本的 这个根本点 清朝政府 还是不予动摇的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